大家常常說做自己 但是如果自己現在的樣子就是個不好的樣子那怎麼辦 這個幾次跟老師的對談之中 就是這就是常常我們出現的一個話題 我們每一個隊員都有一個 每一個應該說不只啊 所有的參賽者都會有 都有一個共同的毛病 那個毛病也不叫毛病 那個就是一個我們來參加這個比賽之前 原本自己就有的樣子 比如說我今天講話很囉嗦 一句話都會拆成五句講啊 或者是講話過程中有參加一個啊在裡面啊 這些就是我來參加比賽之前的樣子 我們先沒有說這是好還是不好 這就是原本的樣子 我相信所有參賽者都有 好 那現在既然參加了比賽了 我們要比我們的內容 比我們的上台的樣子 比觀眾喜歡誰 比評審喜歡誰 這個時候如果我們能夠保持原本自己的樣子 那用我們自己原本的樣子 讓觀眾讓評審喜歡 那當然是最好 那問題來了 如果我們的樣子就不是大家喜歡的樣子 甚至於是我們的樣子就是一個不好的樣子 那怎麼辦 那當然以導師們比較有經驗的來看的話 他可以看出我們這些的缺點 那問題來了 上台是要一個花心思花精神的地方 也就是說如果我把我的精神花在我的 假設精神是個能量好了 我把我精神的能量分兩半 一半用來注意我的內容 一半用來修飾 今天老師要我改掉的一些 比如說我說話碎碎念 我說話裡面常常會加一個阿這個字 那勢必我在內容那邊的雕琢跟注意力 就會被分散一些 所以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那我就做自己的樣子 用我自己的樣子來做我最習慣的表達 然後也就是說我可以把所有的精神 放在我的內容的部分 我先不說這樣子是對還是不對 因為其實我到現在也還沒有答案 不過大家可以想一下 在這個討論的過程中我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這些參賽的人原本都已經有一些 這個自己的一個小天地 比如說像雷蒙有雷蒙30啊 千萬有千萬慢慢說啊 子彭也有他自己的這個FB 跟他自己做的很多主持相關的工作 那鳳梨之魚也有 其他人也都有 我相信其他的參賽者Emily啊 或者是子萍啊 我能夠想得到的幾乎 當然啦我想得到的一定就是 某個程度有頭有戀的人才會比我想到嘛 所以大家都有 所以大家都用自己原本習慣的樣子 有凝聚一群喜歡自己的人 凝聚一群自己的粉絲 那個是他自己的樣子 那這個時候忍不住讓我想到一個問題啊 我先假設齁 如果今天 就拿我來講好了 假設我原本的科學教育工作 原本的YouTube 原本的FB 有100個人喜歡我好了 那我現在做的樣子 我會覺得100個人喜歡我好像也蠻好的啊 可是就會碰到一個問題 那如果今天我改了一個樣子 我可能只是覺得目前100個人喜歡我我很足夠 可是如果我改了一個樣子之後 會不會讓有900個人再喜歡我 也就是說我原本每一個人來這邊的事情 會不會有一種情況是 大家對自己的 就是其他人對自己的肯定 我們就隨便講一個參數 就叫粉絲數好了 我原本已經對100個人 100個粉絲喜歡我 覺得很足夠 覺得沾沾自喜 但是殊不知如果我換一個方式的呈現的話 搞不好會有其他900個人再喜歡我 也就是說我現在在做自己的過程中 說不定已經推掉了900個喜歡我的人 我原本可能可以讓更多人喜歡我的 可是我卻為了做我自己 所以才圈到這100人 而我卻因為這100人覺得滿足 因為這100個人搞不好還覺得沾沾自喜 我沒有說這樣這個理論是通或不同 但是我想到了這個問題 首先我們先說做自己很好 但是如果自己如果是不對的 自己如果是不好的那怎麼辦 這個不對或不好到底是誰來定義 我覺得在這個世界裡面已經不是說 有一個規則說我們人生需要怎麼樣活 怎麼樣做才對 甚至於是男生穿女生的衣服 女生穿男生的衣服都已經沒有不對的情況下 什麼是對什麼是好已經很難定義了 所以有些時候我們才會把它限縮到一個 不是做限縮了 把它問題濃縮成一個叫做做自己 自己覺得好就好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就是很想要做一個學者 我現在講話就喜歡拖拖拉拉 我講話就喜歡做一個阿 我或許可以凝聚到一群不在乎我講話拖拖拉拉 不在乎我講話每個魚尾都有個阿這個字的 喜歡我的一群人 那我這個時候如果我想堅持幾件的話 我就會說對啊 所以我就是用我自己喜歡的樣子 圈我自己圈那些會喜歡我的人 凝聚成一個我自己跟我在一起的同溫層 這樣就好了啊 我本來就沒有想要再去改變自己 去迎合另外900個人的需求 因為我就是希望我能夠做我的樣子 找到欣賞我的樣子 這些人來支持我就夠了 好那這樣想可以 這樣想某種程度上可以 我們每個人對自己的標準 本來就是自己定的 但是後來我想想我有話要說回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幹嘛來上節目 說實在的上節目 我很誠實的說 我一定有希望能夠有更多人來喜歡我 那如果我今天用了上節目這件事情 來讓更多人喜歡我的話 那我是不是就不應該做自己了 我覺得某種程度來講 對不應該一直做自己 因為我在網路的世界裡 不論是YouTube Facebook 或者其他的網路的社交的圈子裡面 我用我自己的方式 可能凝聚成 凝聚些覺得對我印象還可以的人 可是電視有電視的語言 競賽也有競賽 他需要的另外一種呈現方式 如果我不去改變自己 如果我不去突破這個 而我堅持要做我 平常在其他領域裡面的自己的話 那我是不是反而 就算我有再多的實力 再多我有這多的想法 可以讓觀眾接受 他們都會因為 我沒有符合電視這種傳播的方式 比如說廢話太多 而讓我自己失去了很多東西 所以我大概想要講的是說 做自己沒關係 可是你換了個頻道 換了個平台 如果你今天的目的 就是希望利用一個新的平台 來讓更多人了解你 認識你的話 那我們對自己 絕對是有適度的需要這些調整 因為不同的平台 不同的屬性 即使你有原本的內容 你都該需要做一些呈現方式的調整 我們要大家喜歡我們的 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我要大家喜歡我的 是我推廣的科學教育理論 並不是我一定要大家喜歡我講話會阿阿阿 或者是講話一定要拖泥帶水 那個東西應該要改 這個是我對今天上節目 該不該做自己所做的一些結論